今天加州第三天,我们出发去纳帕拉里 然后我们要去喝红酒,要去品庄园 我们要过有钱人的生活 我们来吃E&O 但这会儿还挺暖和的 我都还没有穿外套直接就出来了 他们昨天买的包包 这个是牛吃行的 那个是鸟片的 我这嘴太小了,根本吃不动 好不好吃 来到了庄园,看一眼 这个庄园好像是我们朋友昨天的王志宇推荐给我们的 他看起来旧旧的,其实是新鲜的 一几年刚见的,零几年刚见的 大家看我今天的穿搭吧 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黑色靠绳着身 然后这个叫什么呀 TRAW的牛仔裤,矿威的鞋 这个皮衣是我在淘宝买的 我觉得很推荐,不是广告自己买的 但是真的很推荐 来,我看一下我们最怕鸡的人的表现 真的,我鸡皮疙瘩都吵了 最害怕的动物就是鸡了 看起来那个鸡的那个毛这会儿就感觉 就是一看那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我们报了一个tour,就是参观一下这个里面 然后再加品酒 这会儿就要参观了,我们先进来坐在这儿 I owe it all to you I do I owe it all to you I owe it all to you It's a tunnel kind of vision like alcohol's involved And I'll stray like a hound dog 这个叫做拉团铛铛铛 妈妈的最好吃 她在外国人吃鸡餐喝酒 不算一个小时才吃饭 这个酒好鸡蛋呀 好喜欢呀 我妈都说的比较好吃 这条 这条 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Shaking like a soldier in the shoes I had a dream you were a laser light Burning down the city in my blues I owe it all to you 开了一个多小时 开回来 然后我们这会儿吃 吃什么 吃那个 冰马鱼 西安想吃点面 还有羊肉泡馍什么的 我觉得在加州的常态就是你猜对 我们这会儿前面有三桌人 感觉已经太行 可以接受那种感觉 来一个面皮 要给羊肉泡 羊肉泡馍 这个是点了一个凉皮 看带爸妈出来旅游 每一天的饭今晚都中餐 这才是适合爸妈的口味 我也不想吃西餐 我也不想吃 让我连续吃两个西餐会杀了我的 面筋 这骨饭大饭了吧 这骨饭大饭了吧 嗯 肉甲 这是干嘛呢 这是我爸的素面条 我的羊肉泡 好 继续我们的聊天室 我刚才看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 有一个问题叫做 觉得三观不同的这种问题 可以调和吗 然后 就是 两个人三观不合呀 男女朋友 你刚才说是不可以是吧 不可以 然后我觉得这个得分 有一种是 他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 分两种 有一种是 他不知道他有这种观念 他没有意识到 第二种是 他有意识到 他有某一种观念 而且他觉得是对的 他要坚持 然后 第一种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调和的 我觉得 没有两个人是 就是完全匹配那种 所以就是在你们 刚开始 谈恋爱相处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些 嗯 对于一些不同东西的观点 是不同的 但是呢 就假如说我觉得这个好 或者说我觉得 应该这样做 你是没有意识到说 这样 你那样子有什么不对不同 但是你知道我 对这件事情看完是这样做 你觉得那也行 然后这样子就是 两个人慢慢磨合相处 然后我觉得这种是可以调的 我为啥认为这个不合调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 两个人之间的小毛病 或者是不合的地方 嗯 三观不合 就是说他 对你的一件事情 或者他对一件事情的观点 让你三观鞭覆 举个例子 哇 我认为你们女的 就不应该花一分钱去买包 嗯 你是不是感觉三观都颠覆了 但是 这就是我的三观呀 我认为你们女的 就应该在家 老老实实做饭 根本就不应该去买这个摄制品 你认为这怎么调 那但是假如说 在你和没有和一个女生 谈任何恋爱的时候 你觉得说 摄制品有什么用 就不能买 但是如果你和我 假如买买好了 你突然觉得说 诶 这个原来也是可以有的 诶 这个也挺好看的 这也是可以去买的 那你能不能不买包 就是符合我的 来顺应我的三观 就是 我觉得 所以这又回到我的问题 就是说 有一种是你觉得这样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我这样 就是你这样有什么不好 但是有一种就是说 我知道你女生就是要买包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应该买 我就是对 这种就是你 我所说的第二种 这种的话 那你接着说 对 这种的话我是觉得完全不能调回 因为我觉得男生刚开始 只要是 这种理工职能 没有人会对包啊 或者说奢侈品鞋的这个东西 有一个了解吧 你们肯定会觉得说 没有 没有也可以啊 无所谓啊 这有什么好的这和五十块钱 都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当你们好了一个女生 或者说通过我们女生的讲解 让你们了解到 原来这个其实也是值这么多钱 或者说完全也可以有 这是一种 但是有一种就是说 我好了十个女生 我的每一个女朋友都喜欢买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应该买 他买我就回家吵架 我就非得不让他买 这是另外一种 那就不可调和 这个种就是不可调和 还有就是我认为你这个人 等会儿三观 对我认为 三观是啥三观 妈妈三观是什么三观 哪三观 世界观人生观 下之观 下之观 这咋调和 你就举个例子来说 你调和我的世界观 我认为这个世界 就这么说吧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我认为每个人都想有无限的自由 我认为你对我任何生活上的建议 都是束缚 我对你任何的束缚都是 这咋调和 这就属于 这脸大呀我感觉 你说吧 我不会说了 哎呀其实大家问的不是 并没有问你的 就是说什么世界观 我觉得大家 能在我这留言问的 就是说 两个人生活在不一样的环境 然后 因为一些原因走到一起 但是他们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 完全不同 然后就想 所以这就是代表着 他们三观的一个缩影 然后就想说 到底能不能调和 所以我在这说的意思是 有一些东西如果说 他没有意识到他不对你 你去和他交流沟通 他可以改过来 我觉得这种三观不合的话 你是可以 就是慢慢变和的 但是有一种是他明明意识到了 就是别人和他不一样 可以意识到 有可能我这个 就是会有一些出入 会不太符合大众 但是我就是要坚持 我就是要怎么怎么样 这种还不可调和 然后如果这种是 就是占你们一个交往的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不合完全就没有办 如果说他占中之中 那我觉得这段 关系还是要考虑一下 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些小事情 相关不合的话 其实就无所谓 那个人都不是一模一样的 行 我没理解三观是啥三观 我同意 我同意 你说的挺对的 我一说三观 我脑子挺 我是共产主义者 我就是这些 好行 我觉得这一这期 我来主导了这个话题 是的 好拜拜 肚子哥肚子哥 拜拜 三观是哪三观 是几关 你看 你看 说不定你的粉丝是这么问的 我觉得大家的问题都很实际 不想看这个